有个朋友问我,我现在没有钱,我应该怎么给她安全感呢? 她总说自己没安全感,可是在我看来,我觉得她就是在做。 我想了想,什么是女生想要的安全感呢? 抛开物质,她想要的,大概是你对未来的承诺,和眼前的陪伴吧? 和朋友聊完以后,我又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,到底什么是安全感呢? 为什么她总是说自己没有安全感,身为她的男朋友,究竟如何才能给她安全感呢? 1.我离婚了,可是他们却说我发疯疼,有H前些日子离婚了,她结婚短短不过一年,在我们看来新婚的蜜月期都还没过。 竟然已离婚收场,H是裸婚,南方当时工作刚刚起步,两个人虽然什么都没有,但还是带着对未来的情,需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,南方工作蒸蒸日上,收入越来越高,H为晚的说自己想要一枚戒指,哪怕是赢的,七百块也好,戴在手上有安全感。 她嘴上说好,说周末休息了就去买,可是这件事,直到H决定离婚了,她还是没想起来承诺过买戒指的事情。 H说,这场婚姻,她仿佛已经看到未来,千篇一律的未来,让人感到绝望。 老公和自己的交流越来越少,H和她无论说什么,她永远都是躺在床上嗡,好,行。 H和她说自己工作上的不顺心,想让她开导一下自己,可是她捧着手机打着游戏根本没有回应。 H说,在这场婚姻里,她一个人唱不脚戏,而她两点一线除了工作就是躺着,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婚姻,让人抓狂。 2.异地恋的安全感,是陪伴异地恋能给的安全感,无疑是陪伴,是电话周,起初你浓我浓,话费都不够用,可是日子越来越久,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少。 渐渐地,男生开始逃避,开始回到自己的生活里,回到游戏的世界里,电话接得越来越少,消息回得越来越慢,女生的心思总是细腻的,她喜欢你,就想把所有的情趣和想法分享给你,可是她找不到你,日子久了,安全感也就会消失云散,我需要你的时候,你总不在。 3.我和她在商场大吵一架,她却说我做,L前几天和男朋友在新世纪大吵了一架,起因只是因为一条裙子,L早在两个月前就看上,了一条价格不非的裙子,省吃俭用外加赶上打折,开心地拉着男朋友去买,站在试穿镜前的L看着,这条裙子穿在自己身上, 简直开心坏了,连忙问男朋友好不好看,可是自己男朋友这个时,后捧着手机只是很敷衍的,嗯,了一声,L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,买到新衣裙子的好心情,全被这个不走心的男朋友毁了,两个人在商场里大吵起来,她男朋友说, 为什么你总是为这些鸡,毛蒜皮的小事跟我吵呢,你喜欢你就买啊,问我做什么,L心灰意冷,她想要的,只不过是,我表达的时候,希望你在听,四,安全感真的不是做安全,感这种东西很难说清楚,安全感真的来自于女生的做梦, 可是在我看来,但凡你对她的一言一行走点心,去感受她的喜怒哀乐,放下手机认真的听她诉说,她不会觉得这份感情没有安全感, 有的人也会觉得安全感来自于物质,房子,车子,票子,可是在我看来,这未免太过于片面,毕竟安全感只是一种感受,并不是理性的存在,我们在恋爱中,无非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,自己迷茫不定的时候,有个人可以给你勇气,可以当你的指名灯,当你在外受了委屈的时候, 它可以给你一个结实的避绑依靠,给你安慰和温暖